好 黄志芳内定住新代表生变 其实我方早在8月底就告知新国这一项人事案 对方却一直不处理 传出是因为新加坡对于外交政策非常的敏感 虽然新加坡一向对台湾友好 但是碍于大陆因素 不希望台湾派驻代表太过高调 真的是这样子吗 驻外的美嘎还有哪些呢 一起来看这则分析报道 我方驻新加坡代表悬档多月 在排除黄志芳派驻后 也引发外界猜想 背后另有考量 新南向政还没有任何成效 就跑去做新加坡代表 好像把新加坡当作一个 未来推动新南向政策的一个重镇 那么这个正好也触犯了中国大陆 李显龙也觉得不应该为了台湾问题来得罪大陆 所以他现在大概也政策调整 所以要接受一个大陆也能够接受人 学者分析新国政府虽然对我方一向友善 但按于陆方压力 重新人选恐怕不是自己说了算 加上新加坡还肩负两岸对话窗口 520新政府上任后 驻新代表却一再难产 无论在两岸或是国际关系上 驻新代表一日没定案 对伟方来说都是棘手难题 我们的驻外代表或者大使 美国当然是第一位 第二位就是日本 第三位就是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可以说是我们跟东协国家的重要窗口 新加坡它的一个地位是跟一般不同 它虽然是一个小国家 但是它在整个一个全球贸易方面 它是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key point 那考虑个适当人选可能要有一些时间 前外交部长陈唐山就表示 驻新代表重要性不容小觑 人选还得通盘考量 现在黄志芳确定派任无望 蔡英文政府要找下一棒合适人选 只怕不是简单任务 欢迎新闻六王浦黄云婷台北报导